为了提供给市民朋友们市政咨询 桃园1999热线24小时提供服务 但是研考会在议事堂上进行工作报告的时候 就有多数的议员表达不满 说常接到市民抱怨的电话说打不进来 关枪关掉等等的怨言 黄宛如也在议事堂抱怨 自己打1999反应事情 没想到不得了 大半夜有七八个单位打给他 根本是乱枪打鸟 毫无头绪的处理方式 难怪会引发民怨 道路坑洞 电灯不亮 噪音扰人等等问题 以往大家都会跟里长民带反应 然后再进行处理 往往花上一段时间 市府为了提供给市民最完善的市政服务 推出桃园1999热线 没想到引来很多民怨 除了打不进来之外 回复话术也非常的关强 常常打进去后又没有下文 多数议员都接获民众抱怨 希望研考会可以改善 接获民众反应 像1999陈情事项 总是被打关枪 没有下文 所以本席要提醒各局处 我们在回复民众陈情事项的时候 应该要尽量避免 制式的回答 我要改采 有效度 有温度 有进度的回答 让民众有感 市员黄宛如也分享之身经历 说自己打进1999 没想到却有七八个单位 打给他解释 不是他的权责 黄宛如也质疑 研考会的后续处理 是不是不恰当 我反映到这块帆布 那他应该就知道说 这个我们可以找消防局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抢救的 的一个机制 应该要这样子去做 而不是乱枪打鸟 找了七八个这个单位 然后来通通都问我说 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办 对于议员的质疑 研考会主委吴军廷表示 因为今年疫情关系 每月平均进限量有两万多通 比去年同期多了将近一成 概念上并不是乱枪打鸟 而是其实它就是 有一个权责的划分 那当然有些权责划分 会有一些跨机关 我们就要做一些跨机关的 合作跟沟通协调 这样才能尽快的 在这个时间之内 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但如果今天市民回报的 是不是这么紧急的案件 我们原则上 就是在一天会初步的回复 就是相对紧急会一天 那如果是一般的案件 就会在六天 就是回复给市民 所以而且如果不是这么紧急 我们原则上都会用上班时间 也不会在下班时间 就是请同仁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就是我们 其实是有一定的SOP 对也不是乱枪打鸟 目前桃源1999热线 有26名人力踩300轮值 最多一次会有14个人 同时服务 也会依据进化量需求 调配人力 今年因为肺炎疫情 所以询问纾困补助 疫情防治等等问题变多了 所以量增加人美变多 确实是一个问题 未来要如何调整好SOP 的确是研考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要让1999热线更贴近市民 桃源有些新闻 董雨菲议会采访报导